執政黨 我們是否適合 我們是否適合 這塊的執政黨 看不到人民真正的問題在我 我們的總統只會說兩件事 一個叫經濟成長率 一個叫做國民索德 國民索德說 我們將會有有史以來最高的一萬九千塊 但是他忘掉這一萬九千塊 是因為美金貶值 他都說 我們的經濟成長今年可以達到百之九 他忘掉了去年我們是負成長 大家說對不對 看不到我們人民真正的問題 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貧窮的人越來越貧窮 找不到工作的人越來越難找工作 這應該是我們的社會真正的問題 對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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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